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金正恩举行欢迎提示 陪同金正恩访华的有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浩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国际部部长李孤雍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朝鲜外相李永浩等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会谈后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 举行欢迎宴会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 在这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的美好时节 金正恩同志和李学主女士 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对双方深化沟通 加强协作促进合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将推动两党两国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 迈上新的台阶 为推动本地区和平 稳定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刚才我同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 传承发扬中朝传统友谊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选择 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风云变换 我们双方都会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朝关系大局 加强高层交往 深化战略沟通 扩大交流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金正恩在致辞中说 在朝鲜半岛形势空前巨变的情况下 我本着推动半岛和平稳定 继承和发展朝中有益的良好愿望 对中国进行了快速访问 我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 表达了我继承朝中友好传统 珍视朝中友谊的心意 我同习近平总书记 就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 各自国内形势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 进行了成功会谈 我相信在充满欢心和希望的新春 同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的首次会晤 将迎来朝中友谊硕果 促进半岛和平稳定 访问期间 金正恩还参观了率先行动 砥砺奋进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展 他对中国在科技发展和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表示钦佩 并在参观结束后 提词留念 访问期间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还在钓鱼台国宾馆养员斋 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了舞宴 习近平表示 钓鱼台国宾馆见证了中朝传统友谊的发展 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们欢迎金正恩委员长和李学主女士经常来中国走一走 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谊弥足珍贵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 遵循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意志 继承和发展历经风雨 仍保持本色的朝中友好关系 并在新的形势下推向新的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生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 参加有关活动 中央ID